又到鬚未煮飯時間 今天要教大家做的是金菇肥牛卷 超簡單、容易製作 大人和小朋友一樣喜歡吃 材料方面有金菇、肥牛、滋鹽粉、鑑魚汁 首先把金菇底部切去 之後就可以洗乾淨 把它分成一小撮 之後就可以用紙巾把多餘的水分吸收 下一步就是最重要的環節 就是把金菇卷入肥牛裡面 記得捲的時候貼緊金菇去捲 否則很容易會散開 我在凍肉店買了一磅的肥牛 大概是$68 所以用了半磅左右 都是$30多 就可以做到這麼多金菇肥牛卷 之後就可以燒熱我們的平底鍋 然後加入油 之後就可以慢慢加入我們的金菇肥牛卷 我建議大家首先把金菇肥牛卷 最後捲起來的接口位置 放在平底鍋裡煎開 這樣會令金菇肥牛卷更加固定 不會那麼容易散開 因為肥牛本身油脂比較重 所以煎的時候會慢慢釋放一些油分出來 所以我不建議大家放太多油下去煎 我曾經試過完全不下油 但也成功煎到金菇肥牛卷 看到肥牛底部煎至金黃色之後 我們就可以慢慢把它翻到另一面 繼續煎坑 在這個時候也可以加入自然粉 或者鹽作調味 因為我個人很喜歡自然粉的香味 所以我也加了不少自然粉 我選的肥牛大約68元一磅 但它的牛味真的相當濃郁 所以只加了自然粉 不需要加其他調味料 都已經超級香超級好吃 只要把肥牛卷完全煎至金黃熟透 那就已經完成了 如果大家想煎醬汁可以用來拌飯的話 可以考慮加入適量的鑑魚汁 大概2茶匙 再加入4茶匙的水 那就完成了 金菇肥牛卷是否超級簡單容易製作呢? 大家快點試一下 你一定會很喜歡吃這個菜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裏 喜歡的就like這條影片 以及subscribe我的youtube頻道 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